中南部最近都在下大雨 尤其是高屏一带 好雨成災 就连我们台北地区 昨天雨也下得好大 我们就要问了 台北的午后大暴雨 今天还会出现吗 而且会不会一路下到晚上 坦白说今天还是会下雨 但是雨跟昨天比不会这么大 因为雨昨天真的是太大了 昨天时雨量甚至有破百毫米 破百毫米真的很惊人 因为你有时候你光一天 累积雨量破百毫米 就是蛮多的 但昨天是一个小时 就破百毫米 但今天的状况 其实跟昨天蛮类似 就是午后大概两点多开始 台北的热力作用发展起来 这个北台湾都有机会降雨 但跟昨天相比 这个对流发展没有这么旺盛 但雨应该还是蛮大 只是不会昨天这么大这么大 只是会下到什么时候 目前预估可能也是会下 好几个小时 至少到傍晚左右 所以我就抓重点了 今天这个下班之后 我要赶快回家 多午后雷震雨了 没错 我们今天可能等一下结束 就差不多可以来收书包了吗 我们被查班表 我好害怕 好了 这个卡弩台风 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 据说它终于甘愿了 它终于要变成热带性地气 导播来秀一下 这个卫星云图 我们就让大家了解 这个卡弩台风 有多厉害 人家这个长寿活了大概13 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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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终于甘愿了 不想再悠悠海面 终于减弱了 没错 它终于减弱 因为它现在变成热带性地气 但是还有个蓝恩台风 它现在已经变成中度台风了 就是我旁边的这个蓝恩台风 这看起来整个环流还蛮大的 台风眼清晰可见 对啊 会不会影响我们 虽然好像有一大段距离 但是我们对天气变化 会有一些风向的影响 它会不会逐渐北上的时候 就把这个水汽带到我们台湾 有可能吗 其实坦白说 这应该是有可能性 但还久 因为毕竟它 看一下它离我们还很远 但是日本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 因为预估它下礼拜一 礼拜二 有可能是直扑日本而去 而到时候 它其实影响应该真的会蛮大 最近大家好多人去日本玩 对啊 所以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二的这个 如果你要去日本的邦基 要稍微看一下 可能这个航班有调整 不然大家就很害怕 会不会我飞得去 回不来呢 这样可以啊 不错 可以滞留在那边 至少要休假了是不是 对 就是飞过去 可以飞过去没关系啦 OK 但还是要注意 更多的天气相关的讯息 把时间交给Lulu主播了 而首先就透过卫星云图 来看到目前还是受到低压带 以及西南风影响 所以整个台湾周边 水汽都是偏多 相对来说蛮不稳定的 接下来透过亚洲云雨图 带大家来看 目前其实在中国华南上空 有比较强的低压发展 所以导致这个西南风 带动了更多的水汽 所以主要就是 西南风带到更多水汽 所以降雨状况就很明显 尤其在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因为是迎风面 整个云林以南 整天都有明显的降雨机会 加上夜晚到清晨 配合了海陆风的环流 所以其实在清晨 大概两点左右 这个雨是就蛮明显在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这个对流非常的旺盛 尤其沿海地区降雨 甚至比山区还要大 至于在北部跟东半部 就是要注意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午后热对流发展 大概下午一两点 就会有明显的感受 甚至有局部大雷雨的机会 跟昨天状况类似 但今天的雨 可能没有昨天这么剧烈 但今天雨还是会蛮大的 至于这个卡努台风 真的已经生成了十四天 终于在今天凌晨两点 变成热带性低气压 至于南岸台风 则是现在是中度台风 预估在礼拜一礼拜二 会往日本去 对台湾都是没有直接影响 但还是要注意 因为现在去日本玩的人好多 就要留意这相关的航班讯息 会不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躲拉台风 有可能明天就是会慢慢靠近 我们会正式生成变成躲拉台风 目前看起来是往日本去 但是大家要注意 因为日本跟台湾真的好近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 这是要持续关注 而雷达回波图 带大家来看 现在到底哪里还在下雨 主要就是在嘉义以南的部分 因为在台南地区 目前是好雨特曝的范围 因为像是台南的南区 这时雨量来到了六十三毫米 而甚至有些地方 基本上时雨量都来到四五十毫米 而现在今天整体而言 西南风是有稍微减弱 一点点跟昨天相比 但整体来说整个雨还是蛮大 至于在北台湾观众朋友 整个桃园以北 就是要注意热力作用的发展起来 所以到台北地区 以及桃园以北 都有一些大雷雨发生的可能性 至于在桃竹苗的部分 靠山区雨势也会蛮明显的 至于这雨到底还要下多久 透过四日雨区也要提醒大家 主要今天的部分 就是在整个而言 是嘉义以南这个雨势都蛮明显 而且从清晨开始就已经下下来 目前台南是好雨特暴 另外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县市 则是大雨特暴 食雨量都来到四五十毫米 而台南的雨更大 越上台南的晨熙累积雨量 已经来到九十毫米 而且在台南的南区 食雨量也有六十几毫米 而今天整个嘉义以南平地 就是降雨热区 中南部山区雨势也是蛮明显 至桃园以北 就是要注意午后热力左右 在短延时强降雨也会蛮明显 因为昨天在大台北地区很多地方 甚至食雨量八九十毫米 甚至是破百毫米 今天状况跟昨天一点类似 但是雨不会昨天这么大 但是整体而言 也是有可能来到大雷雨的等级 而要注意的是 明天幸好就受到了 南方高压北台的影响 所以天气来说相对比较稳定 但中南部还是要注意 因为在清晨到上午还是有一些短暂震雨 而且午后局部震雨的部分 主要是靠山区为主 而礼拜六礼拜天 在北部跟东半部 是有机会阳光露脸 就是比较是多云时勤的状况 只是午后就是要注意的 靠山区的活动要特别注意 因为可能也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而高温资讯要提醒大家 因为昨天在花莲的部分 因为被封沉降作用 有来到37度 今天状况也是类似一样 花莲跟台东 有可能有机会来到36度37度 但今天午后在花莲台东 可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 所以这高温可能跟昨天相比 是大概36度 来到37度的几率 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点 至于长浪资讯 要提醒大家海边活动了 因为在新北市的富贵角龙洞 以及宜兰的苏澳马祖 浪高都已经来到2米 而要注意了整个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半部 包含了蓝宇绿岛 还有恒春半岛 以及马祖沿海 都不排除大概有2米的浪高 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现在暑假天气还是蛮热的 很多人都会去海边玩 以及租业船只也都是要特别当心 接下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北台湾的部分要留意 今天还没有降雨之前 温度还是偏高 不排除可能有34 35度的高温 但是午后雷震雨下下来整个温度来说 就会往下掉一些 而中部的温度趋势 则是来关心27到33度左右 但中部也是要注意了靠山区的部分 这午后雷震雨也是蛮明显 温度高温来到32 33度 而南台湾的观众朋友 因为这几天同样都受到了西南风影响 所以雨几乎是整天下下来 所以这个高温大概是31到32度 而东台湾的部分因为被风沉降的关心 所以温度会偏高 有时候这个极烂高温不排除 会来到36 37度 以上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